大家好,我是秦宝妈妈 秦宝现在已经放学了 在房间里面写作业呢 就是前两天老师发了一条消息 就是说,近期有很多同学 就是带那个萝卜刀 然后还有卡片之类的到学校 严重的影响学习 所以说以后这些东西是坚决不能带到学校的 大家也都知道 秦宝有很多的卡片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突击检查一下 秦宝的书包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 它有没有就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 有没有记到心里面 走,我们去突击检查一下 宝宝,最喜欢了没有 妈妈,你还真巧,我刚写完 我跟你说哈 然后有粉丝觉得你这个书包挺不错的 然后想让我给他分享一下 就是介绍一下,怎么样 有眼光,我也觉得挺不错的 你先背上,大家看一下行不行 行 我那现在已经背上了 让大家看一下 秦宝的这个书包呢,设计非常的简约时尚 面料呢也很内脏 书包底部还有防雨状,非常的不错哦 现在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哈 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这个呢是我们学校的钥匙 钥匙穿在这里,不错 这个呢是教材包 都拿出来吧,扬一扬,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书包翻翻看,开始了啊 这一层呢是教材书,还有这个本子 然后这一层呢就是我的课本啊 然后呢这一层这些 这里面放的就是那些讲过的 卡包是不是,让妈妈看这里面 我主要想看这里面 这有什么 哦,确实是它的一些试卷 好 然后还有一些废纸 还有一些废纸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近比较常用的一些卷 这个放在这个里面 哦,你分类了是吧 对,然后呢,这个是我的水杯 什么 哦,水杯放在这儿吗 对啊,你看它这里有个小层 哦,它里面有个单独放水杯的 起码上次那个水杯都丢了,是不是啊 这样正好可以保证你水杯的安全,是不是啊 对,然后呢这一层 它是我的文具盒 还有个积作业的小本 这样子一丝贼房闭 然后呢,这里还卡一个卡子 它卡子干嘛 比较好看 看我看里面还有没了 妈妈要检查一下 哦,好,确实没有了 这里呢,还有一个隐藏机关 先不说这个 来看我的小熊唇膏,是不是很好看 来,可以当一个小挂件 里面,纸巾 吃巾 擦桌子用的抹布,还有口罩 对,口罩是必须戴的,是吧 对 介绍完了,是不是啊 对 不翻不知道呀,宝宝 你这书包容量还挺大的,挺能装的嘛 这个什么 硬硬的 这个是书包内线的户籍里条 配合可淘结的胸带监扣 能够保护脊椎 飞起来更轻松 哦,我说呢 不过,请宝 你的书包里面这么大 能放这么多的东西 妈妈问你 你的卡片放在哪里 我怎么没找到 我都不带卡片去学校好吧 再说,老师都强调过这件事情 而且那卡片都在秘密基地里 等一会儿的话 带我们去你的秘密基地看一下怎么样 又去 对呀,大家好多能有看到呢 行吧 来吧,你们进行参观吧 这里这里这里不都在这儿吗 老师说的话可都放在心里 绝对不会把卡片在我学校的 哎,我跟你说啊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这个了 真是搞不懂你们这些小学生 还都来了 我能不能再玩一会儿啊 我自己都喜欢了 可以,没问题 玩吧,少玩一会儿啊 行,那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